各位法师们 各位大德菩萨们 大家好 大家阿弥陀佛 使律法会在今天即将圆满 我们准备要进入送圣的一个仪式 最后的阶段 我仅代表常驻零九山佛教教团 为这次的法会圆满达成 衷心的感谢 首先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 诸天赋法的庇佑 使唐城内外 四位上下都清净无忧 平安无碍 我们也感谢我们百岁高龄的 主法和尚 借得大长老 以大悲心大愿力 为我们住持坛场 同时也感谢内坛外坛所有的法师 以及密坛的人波切喇嘛们 八天七夜以来 辛苦地带领大众日夜修法 如法如意的 大家每年在学习法会 团聚 共同修学佛法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因缘 更是解脱轮回 证悟成佛最殊胜的一个福德智慧的质量 送圣的仪式呢 要怎么进行呢 就是要一心念佛 恭送诸佛菩萨和灵界 先神回到法界的真迹 引领我们历代祖先 愿亲在主 以及十方无尽的众生 亡灵孤魂 跟水座诸佛菩萨 共同乘坐西方船 驱往极乐世界 照着水路的法本 观想圣众请归云路 六道众生往生净土 以恭敬的心专注念佛 祈愿送圣一世圆满 水路法会的这种仪轨是很多 有些会随着时代的变化 有所调整 但是这种基本的精神 一定要保留 无论是生者的消灾 或者王子的超度 都要有实质的作用 例如我们将梁皇堂的放生仪式 改成在斯里兰卡 买牛 赠送给当地的农民 从事农耕 这个不仅是一个慈悲的作用 更是一个智慧的方法 每年大家回来参加水路法会 就像是一起打残棋 就是水路棋了 在过程中固然有种种的境界和状况 但只要心平气和 以宁静 守护心灵 慈悲柔软的对待他人 领会到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 这就是我们守护心灵 慈悲地球的一个真谛 今年举办的这个日期呢 比往人提早 住宿交通方便 也有些改变 但是都没有听到大家的怨言 还是非常地热忱 虔诚地参与每场的佛事 这说明了我们这些不方便 都能够转换成大家的祝道姻缘 也证明大家的悼心坚固 事实上我们水路法会这种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环节 我们参与的时候 并不是读经的时候 才算术 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做功德 在做修行 在做这种大气的一个回向 所以无怨 没有抱怨是对的 因为短短的七天 我们只要吃得饱 穿得暖 睡得还好 就可以了 灵球山的这个水路 这十七年 能够圆满地走过来 要感谢灵球山所有的父法 长久以来的奉献与支持 他们都是善缘俱足的一个大菩萨 也就是说 挺到底了 太好了 我们七八十岁 拖了这个 这个很 很不方便的身体 来煮饭 来煮饭 扫地 做种种的打杂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感动 以师父来说蛮感动的 跟师父这么多年 然后又这么用心 跟师父一起打骗 为我们的这个 众生 离苦得乐的这份工作呢 我们共同努力 今生如此 下辈子也可能如此 我们已经是结上了这么不解之缘 一直到成佛 我们都需要做这些工作的 大家要记得续报 明年的水路 你们持续不断地投入 以参与呢 这不只是 兼顾自己的信心 以及对待 佛菩萨的一个承诺 续报是非常重要的 续报就是结好缘 我们的祖先呢 是无穷无尽的 算不完的 你能够去做这些超度呢 就是衔接 就是相续 就是结缘结业 事实上呢 我们陪伴着 那个来报名的 新的这些成员呢 由我们这些老的带头 来带领他们 来引导他们 鼓励他们呢 那是更重要的 尤其是最近几年呢 地球的天灾祸事频传 更需要呢 大家年年回来参加 水路大共修 共同连接 纯善的一个心念呢 以相续不断的 慈悲心愿 消弭转化地球的 贪婉与暴力 现在能做这些的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善心 每个人的善心呢 能够用到 对的地方呢 那么就可以消弭 灾结 那么今天 我们真的是 也可以听得到 现在大陆啦 吉林啦 到处都是做洪水 这个 这种天气异常 随时都会发生一些 意外的一个灾难 所以我们水路法会 也就是救地球 救灾节的一个工作 所以续报呢 是不是蛮需要的 要有慈悲心 要继续的续报 让我们 我们也祝福这个地球 灾节 平息 让我们的 整个国家呢 世界都能够 和谐 平安 消灾 悯难 水路法会的落幕呢 是一个圆满 也是一个开始 在一切顺利圆满之余呢 我们也 不能放松 我们要一年比一年的好 更要严谨 因为 我们做得越久 越松散 应该是 做得越久 是越严谨 因为一松散 就会出问题 我们要一年比一年更好 更严谨 大家要把这个 七天所培养的慈悲与禅呢 继续带入日常生活中 守护这份的明白 来利益一切的众生 让我们的内心呢 充满了 喜悦 伐喜 生命充满了慈悲 以正面积极乐观 爱心的精神呢 继续面对我们的生活 生命 面对生命的每一天 我们这是菩提心 这是成佛的一步一步的 这个什么呢 一步一脚印 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 从真实的佛法 去实践起 才能够真正的利益自己 利益众生 那么非常感谢 感恩大家的参与 那么每年大家都蛮期待 似乎 跟你们见面 跟你们加持 那么我每天 虽然你们在这里做法会 我每天是做我的功课 在做功课的时候呢 我就来 第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巨蛋 把你们罩住 然后让你们平安 让你们什么事都没有 让今天能够回气呢 大家回去都能够平安 大家回去都无战无爱 回去都能够愈愈快快快乐乐的 每天修法都是有在回想这些 那么希望大家更好 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如意 阿弥陀佛